他这件事真的是假的呀 现在木林卫展的这二维码已经会通过审核 那是真的是假的呀 您说话为什么您为什么说话这么保守 您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您为什么不敢说 您为什么还是不能说呀 就是因为他跟您之间有关系是吗 有关系吗 没有没有 肯定是没有 我相信您 您告诉我那是真的是假的 现在到您队里 我跟您说啊 现在到您队里已经40分钟 将近40分钟半个小时 假的 对 那您当时查不出来 就必须得现在回城了 然后您告诉我是假的 现在 那您应该怎么对老百姓 给交代 不是 刚才我查停车场的备案表 也没查着 那您现在应该怎么 现在我就是把他们领导叫来 把这事呢 他那都是假的 还有什么领导 您跟我说 他那领导是什么领导 诈骗的领导 不是 你听我说啊 咱们这事啊 你把他领导叫来以后 告知他 这事呢 他的领导是什么领导 是那停车场的领导吗 正吗 停车场都是假的 为什么还有领导呢 不是 你得告诉本人 不能在那再收了 再收的话 咱们就那种 那您这个领导那时候 是怎么审批过去的呀 这领导是您怎么知道 有什么领导的呀 那他肯定有他的上级 他有上级 我就这么说 他那这都是假的 他还有上级 您还知道在这个上级 您跟他不是一块的 您说话说 又让我给说 又让我给说 又让说明白了吧 你说这个人的背后 他肯定有他的 他背后有保护伞 不是 可以说为了都 有管事 有管事 他的管事的是 他这停车场是违规的 他的管事的是 管这停车场的人 对 那您知道 他这个停车场是违规的 您也知道 他这个停车场的人 您不管是吗 王先生 谁说不管了 你这不是保管了 现在才管是吧 这么长时间了 您也知道 他那停车场是违规的 也知道 以前的事 我不知道 以前那人不知道 您是刚从那块调过来的 是吧 您现在推给别的同事了 是吧 别的同事 谁之前是负责 这个停车场的 您知道吗 这片 你知道吗 这片 以前好几个就两个管 是吧 不是说我一个人管 行 是吧 王先生 我跟您说 您说这个特别好 我特别认可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现在北京的乱象 是这样的了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好多不公平的存在 是这样的了 真的 我可能 我可能您觉得 我给您扣锅 或者背大盆 但是不是这样的 您要是一个小小公民 您要是您对着起 您这身上的衣服 如果您想知道它的领导 您早就应该处理它们 您看我就不知道 您知道吗 我是一合法的公民 我是一好人 我知道 然后呢 我这样 长姑都带着孩子 我媳妇在家哼哭 然后给您解决这样的方式 解决这样的办法 然后您现在是在糊弄我 您是在觉得 我给您找麻烦 没哭 没哭 我儿子没哭很坚强 您知道吗 我是想给我儿子 一个公平 一个正义的环境 妈没哭 妈没哭 其实啊 其实这些事 我跟你说 您觉得我较劲了是吧 不是不是 咱们常不上 谁跟谁交进 你知道吗 咱们就把这事 他这事 比如说 你说这事是假的 是吧 没审核那个 扫那扫 扫出来 这事是假的 那这事 就肯定是假的 没有说 没有没有说的 反正剩下的 咱们就把他这个 上级的 您听我说啊 王先生 王先生您听我说 您先听我 我先说 我铲竹压 我的观点 您铲竹不铲竹 跟我没有关系 您不是在为我干 您是在为国家办事 您是在为北京做贡献 您好像说了 小伙子你放心吧 我给他铲竹 您给我铲竹的 不是 我是他的竞争对象 我说给国家 我是好人 我是帮助您的 我是帮助国家的 也是给国家铲竹的 也是 我希望您以后 多给国家铲竹事 您不要觉得 是给我铲竹的 我是公民 我是为了大家的利益 您的家人在那听说 他也得收您的钱 收钱吧 我跟你说 咱们以前的事 我不知道 现在你跟我说完以后 我记住这件事 我来弄这件事 我肯定依法办这件事 我不会说 您能不依法吗 您是一执法人员 您不要跟我保证 我不需要您保证 请您跟国家保证 请您跟党保证 您跟我保证什么 我是公民 您不用跟我保证 您就应该这么干 您要对得起这几个字 城管执法这几个字 您就应该这么干 您说您保证办金有什么用呢 我只是觉得您应该尽您的责任 而我觉得您可能当时没有尽到 所以我只是善意的提醒您 为什么我可以提醒 因为我是纳税人 我是公民 我有权利提醒您 您有义务把这事办好 那是您的义务 您觉得我说对吗 有错吗 没错吧 没错 我应该可以 您觉得我这么处理有问题吗 没问题 那您现在应该打算怎么处理 我现在想 我有这个知情局员 您打算怎么处理这事 现在咱们就把他们的上部的负责人叫 大概用多长时间 我等着您 我现在 我现在也等他的负责人 现在我是一个公民 我得等一个破坏公民秩序的人的负责人 我现在跟他谈吧 行 我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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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